сложно 然后就是 这样注意啊 这个 我朴实寫 Re Do... 对不对 Re Do... La Do... 对不对 但是这个手啊这样 这样 这样看得懂吗 这样下去 有点minor的味道 那样 有minor的味道 那左手的时候 你练习的时候可以 慢慢熟了以后 就走walking 就是一定要回家 去听它 去听那个音 心中要有音 你千万不要依赖谱 那看谱就 味道弹不出来 我今天教的 这里面 发 这样发和弦 这常常用 那同样你看一个C和弦F和弦 FG和弦 它常常加一个这个 每一个和弦叫C和弦 它加一个发 假如说这个当发 这个D的话 这个也是加个发 是这样的 这个收 加个发 也是这样的 一样的 那这边都是C和弦 那等于说这个C和弦 C和弦 你看完整的是 D Re D Re Re Mi Sol La Do 正好是蓝调音阶 Major Blue Scale 就是大调的蓝调音阶 跟那个小调不太一样 这不太一样 这个是下一小节会教到 就是这里面会教到 那这个音是Major Blue Scale 是C和弦的Major Blue Scale 而不是 这是小调的Major Blue Scale 不一样 那这里面是 那要练一下 C和弦里面你会的话 你看啊 叫F和弦 G和弦 所以这是要背 这等于说是 常常用的手法就对 然后走walking 那这些就是手法的弹习惯了 慢慢就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 这样慢慢就会用 今天就教这个 把四小节连起来 把四小节连起来 有时候会用三度 有时候会用四度 那有没有什么音配三度好听 什么音配四度好听 你说什么 你刚刚讲 有时候 不是 你说什么 你刚刚讲什么有时候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 比如说有时候你弹下去会Reso一起弹 有时候会抖咪一起弹 有时候会抖咪一起弹 有时候四度有时候是 也不是连音耶 就是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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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种意思 是不是你三天六还没赚钱 不会啦 我是有把握的 开玩笑 下来跟上去 不会啦 全部好赚 我就是有把握 才绝对赚不到我这个钱